提前泡好的米呢 我们给它加入适量的油 还有一勺盐 给它搅拌均匀 这里面提前加入油呢 能够防止它等会煮的时候粘锅 搅拌均匀了之后呢 腌制15分钟 锅里水开了之后呢 把米放下去煮 然后调中小火煮成粥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虾蟹砂锅粥 这是今天一早买的蟹 还有半斤的虾 我们先来处理一下这些虾跟蟹 来把这个虾的刺跟腐须这些剪掉 然后来处理掉虾脑跟虾蟹 处理好的虾再清洗一下 先给它刷干净 接下来我们来处理这个蟹 把这个壳掰开 然后呢 把这个腮给它处理掉 这个不要脏 我们一定要处理掉 然后这里再给它刷一下 然后把这里三甲区的脏东西给它弄掉 好了我们这个时候煮到开花了 就可以来把蟹放进来 蟹放进来进行两分钟 再放上少许姜丝 现在就可以把虾放进来煮 再加入适量的花生油 再加入适量的花生油 根据自己的口味呢 加入盐调一下味 再加入少许的加粉 搅拌均匀就可以关火了 最后撒上香菜就可以开吃了 终于这些小三甲 短期时间 坐下走 рач的生理 咱们尝试 可不可以 我先吃肯定 不太鲜 也应该会有很多 我来给你 你还要喝 了 我要来给你 嗯 肉很多哈 嗯 就要排學啦 因為吃飯比較好 我就是準備